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报道都和创意有关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则创意毛笔的报道 它所用的笔毛跟笔杆的材料真的是超乎大家的想象 我们一起去看看 事实上做毛笔是我从小一直就开始的工作 但是后来慢慢的有兴趣 就把兴趣融入工作中 所以找遍天下的毛料跟所有的笔杆 就是这个原因 兴趣死安 SO瓶制成九瓶笔 复科古书上提到的诗传草笔 除了这些天马行空的创意 陈耀文的制作功力同样不可小觑 家族传统的制笔生意 让他的毛笔制作比较古法 整毛 抬切 卷笔柱 包笔劈 每个步骤都按部就班 一点也不马虎 他也擅长从日常生活中截取灵感 像是他最喜爱的作品 仿康熙皇帝御用笔 就是在偶然阅读时从一幅康熙画像中得到的启发 故宫的文物月刊里面有北京故宫的康熙的画像 还有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支笔杆 所以我一直想说只有北京只有画像 台湾故宫只有笔杆 我当然有一种很大的冲动 我想说把它完成是完整的一支毛笔 传统毛笔常被认为是信仰产业 但陈耀文搭配不同素材 替艺术家及收藏家制作特殊需求的笔 以雕刻刻制化及独特创意 将毛笔的地位从一般商品提升为无价的艺术品 也替这个传统产业找到了一条新出路 创意可以为传统注入新生命 创意也可以以画符绣为神奇 花莲吉安乡甘城村的艺术家张玉伟 他利用报废的机车排气管 搭配废弃的五金零件 创作出各种姿态的鸟类造型 带给大家意外的惊喜 这个创作最主要都是要用汇气或回收物 所以我就会去找像资源回收厂 它有一些各式各样的铁啦 甚至于驴啦 或者是铜其他不同的材质的 当然我想说如果说我要放在户外 我会比较紧张用金属 那我就会去这些回收厂去找 去挑 在挑的过程中你会大概想象 这个我可以拿来做什么 这个可以拿来做什么 我们就把它带回来 带回来之后 当然我们要再重新做组合 之前那个甘城社区华展学院 他想说 他有一点点经费 那能不能请我去做几件作品 放在那个甘城火车站 那个侧站那个火车站的 那个铁轨去做的栏杆上面 就是铁的栏杆 所以我就去把自浅修想过 要用排气管去做成鸟类的那种想法 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把它做出来 后来我发觉它比较适合做 类似白鹿石这样子的 那因为白鹿石它颜色单纯 在户外它会比较粗色一点 我想说如果可以的话 我大概会做一群 主题就是少一只排气管 多一只鸟 今天节目中的两则报道 都出自于学生公民记者 年轻人寻找新鲜题材的动力 也是一种创造精神哦 公民新闻就是贴近生活的新闻 欢迎更多人加入公民记者的行列 跟我们分享你生活当中的发现跟感动 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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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